告诉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 希望大家都能够引以为戒 心情现在还没有平复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子的 表哥刚刚离世了 他走得很充满 还没有给家里交到后事 当时最后一个短信来的时候说 弟弟我走了 帮我转告一下我的父母 这辈子亏欠他们太多了 我走得很突然 还没有准备好后事 只能怪孩子无效 希望能得到父母的原谅 他说他年初的时候 把所有钱拿出来 准备大干一场 万没想到生意没做成 亏了几十万 最后店铺也黄了 想到在网上能够翻点本 没想到陷入了泥塘 把剩余了一百多万 全部输进去了 参与了一个网络游戏 刚开始并不知道这个是网络赌博 之后里面每天压大压小 赚来赚去游戏以为只是那种 点点赞点点评论就能够赚钱 万没想到 后面套路来了 让他充值玩 他也从此上瘾了 上钩了 刚开始玩的很小 五十十块的玩 到后面五百一千五千一万两万的玩 导致现在还负债五十多万 他真的不想活了 直接走了 当我收到这些短信去找他的时候 破门入的时候 他已经倒在了出租屋里面 手还僵硬着 手机上面还在那种开大开小 赚的游戏 希望朋友们隐隐为鉴 陌生不知名的网站不要乱点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什么投资赚钱